在这次的山区意外当中 有一名希腊籍的游客 他因为具有救难经验 他在白阳步道先是英勇的 带出受困的七个人 在急忙报警 一起把两大三小一家五口给救出 让他在这次的救援当中也传为佳话 戴着蓝色安全帽的男子 将绳索一一打接固定在围栏上 他多次检查小心再小心 因为他后头有多位受困花莲白阳隧道的游客 正在等待救援 我们要相信他们是专业的 我们刚刚就真的不行了 你知道吗是专业的 害怕到连声音都有些战斗 民众仍然鼓起勇气鼓励身旁同伴 他们一个接一个拉着救难绳索 艰难的爬上早已面目全非的道路 最终顺利脱困 我们的下次我们救你 刚经历一场惊魂祭民众的情绪崩溃 面对救命恩人心中只有感谢 其实这位英勇男子是位希腊籍的台湾女婿 而他的岳父就是前驻纽西兰代表蔡尔晃 在403地震发生当下 希腊籍男子正好跟家人到白阳步道旅游 却遇到土石摊坊 他因为拥有救难经验 嫌疑不脱困 不过他还记得有其他人依然受困现场 因此他先到警局报警之后 不顾自身安危 陪同远警和泰管处人员 带着装备重回隧道口 要把其他人也救出去 华莲大地震造成许多人员伤亡 幸好有热血的希腊籍男子出手相助 才能让受困旅客化险为夷 以让人看到灾难中跨国的温暖之情 记者学一请陈梅华帐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